好來,林文貞說Banky真的很難推 所以其實 我知道大家現在如果已經有Banky卡了 可能都已經有努力的在跟親友分享 對,那你們會發現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靠,怎麼這麼難推 然後你在那個PTE上面像那個班長有講說 他在PTE上面跟大家分享這個好看 就被一堆人罵說這個通路是業配 對,那這到底要怎麼辦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不是業配啊 對不對 原因他也沒有額外付我錢 所以我去做這件事情 那到底到底要怎麼樣 就你只是單純的分享一個好的東西 跟大家介紹而已 對,那要怎麼去解決就是不好推的這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你可以參考Hawk夢的做法 就是說,你可以多分享 比如說多送一杯咖啡 或者是多送一份點心 然後用這種有提出誘因的方式 然後來邀請就是親友加入 這是比較可行的 那另外一個方式你要拓展 就是你要靠網路的力量 那網路的力量你可能也沒幾個地方 可以就是這樣分享吧 比如說Bankina自己的粉絲頁 下面就可以寫了 那如果你可以在上面一起做分享 給別人也可以 所以你就必須要特別注意 是你自己本身的文案是不是夠心靈的 像我們這個SandyVan 這個林小姐 她自己寫的文案就很棒 那就寫了群人啟示 或者是真人啟示 然後最後有一個解鎖密碼什麼的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她寫的那一篇 就是介紹文 好,這會讓我就是引起我的興趣想要去看 那像我們那個另外一個 我們的粉絲那個Wen0 這個李小姐 李小姐她自己本身 也有在那個貼文下面回覆說 她只是 剛好她只是多送一杯 就是那個全家拿鐵 這樣子而已 結果就真的有陌生人 從她的連結裡面進去申請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條路是可行的 就是你要 把東西就是 回饋好康給別人 這是OK的 人家一定會買單 因為人家都不做正義事情的情況之下 你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你的文章如果寫得很特別 然後你的圖片又不一樣 又新人 然後其實是有可能可以找到 就是網路上的一些陌生人來教我們這一團 這是有可能的 那 因為可能寶可夢這一團太大 然後給的又會太好了 所以我會盡量避免在 Bank那邊去放我的消息 讓他們可以 有比較多的機會跟上你們這一團 好,這是我唯一能夠做到的部分 但如果她在網路上只要找到我的文章 就教我這一團 那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MGM就來 一直以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說 寶可夢可以在網路上 揪到兩百人、三百人、四百人 這真的是很恐怖的一個數字 所以 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夠一起努力 好,因為你們 只要你們的團越多 越多你們就越印刷 那我這邊 我的回饋才會多 好,所以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夠 用我的力量 然後讓你們就是更努力 能夠更快速的就是去揪到你的團友 好,就只能夠用這種方式 小 Marg を 期待